收到了一箱比较精致的你 一家 qz a a slay 那我先来玩一下这个带键盘的e sports 如果干的快乐你就拍拍手我不快乐 我的快乐回回来的 现在戳下这个底胶 滑嫩啊就这种滑嫩 因为我很久没有玩到过这种滑嫩的感觉了 所以第一下戳下去还挺喜欢的 再加上这个在阳台上放的凉凉的 再加上这里又刚刚好 心情还是比较愉悦的 可爱小配件 这个小配件看上去价值不菲的样子 小键盘再加一个销鼠标 这样就可以可以骂人了 远方传来风敌要你管 你凭什么善我的评论 我的评论你凭什么善 不好意思透露出个人恩怨来了 这个风格挺活泼挺俏皮的 就有一种和现在主流审美不一样 但是又不丑的审美 眼前一亮 我收到手机在想哎挺精致的 感觉不像是第一次开售 但这个名字啊我又不熟悉 想没没想起来是谁 嗯这样扯开的话 因为你现在比较凉手比较热 这个薄薄的位置还是会有一点黏手啊 嗯刚才厕感很爽滑啊 现在撑开之后感觉和大众流行 浇水的质地又差不多了 给大家盖一个pop pop pop 都开给我呢 有点软塌 起泡速度不是很快 整体就是有点偏软 但偏软滑 起了二十一二下 还和刚才一样大 这个是一件 tiffany蓝衬衫 那他这边还有温情提示 先玩底胶再混 不知道为什么这种风格 会让我在幻想这个妹妹 应该是一个很温柔的那种妹子 把玩一下底胶 这个底胶也是一个 比较嫩滑 光滑的一个底胶 可能和刚才上一个相比的话 这个可能要更厚实一些 这他的泥我觉得还是挺适合拍视频的 但我完全忘了是哪个 那妹给我记得了 story 像最近很流行那种学院风啊 bm 风 那种可爱的小隔纹 好像是涂得幻彩粉 感觉还有点光泽感 哎呀妈呀 谁家大了龙王庙了 水管哪一直在响啊 没关系 你们就当我在水帘洞玩泥吧 毁灭 揉匀以后像一大块软糯的蛋糕 胚 像是能嚼得动的鞋底 扯步依旧很流畅 增加了一丝面感 土感 增加了一丝血酱的软糯 我的手指头皱得像不像那种花梅干 如果说脑子里经常会偶尔在录视频的时候 就会想到一些我最近看到的某些帖子 帖子 就是有人会说什么偏心这个问题啊 不是人类很常见的一种心理活动吗 前面之后很腾松 但是从某种角度上来想 作为独生子可能想象不到孩子多的家庭能被偏心 是一种什么难过的滋味吧 我妈小时候她说我姥姥一点都不偏心 我姥姥平等的厌恶着她每一个孩子 因为我姥姥小时候是个孤儿嘛 然后就好像就是不太懂得怎么会去爱自己的孩子 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了宣泄自己愤怒的工具 我妈和我的两个就从小就备受毒打 人头吃一个鸡蛋都要被打一顿 平等的厌恶着每一个子女 她也不会奢望任何人去爱她 她也不会爱任何人就是那种人 但是如果她对孩子尽的义务她都会做到 你比如说该给钱是不是 该照顾我小时候我奶奶这种男青女不管我 我姥姥把我带大的 她对每一个孩子都平等的对待 但是没有爱 可能就打心眼的不喜欢小孩吧 大孩也不喜欢 这个是小熊软糖蛋糕 这个质地也不错 你可以仔细的看这个胶体的细腻程度 包括手指戳下去这种戳感和声音 都能感觉是做的不在这三款抵胶 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软滑 这个可能是最有诺感 最诺基基的一个 不建议全魂小熊软糖蛋糕 感觉是那种既细心 审美又不错还可爱 经常在就是接触一些新的卖家 我就忍不住去再揣测 这是个什么性格的妹子 就在脑海里忍不住的构思 就像是当年刚互联网刚有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不是会在QQ上随便家人聊天吗 那时候我还很小 QQ这个东西刚有 然后就会聊天 那时候就觉得好神奇 大江南北的人居然可以在一起聊天 现在到处都是网恋 其实我身边还有很多朋友都结婚了 还是从通过网络认识的 因为大家在现实生活中都太腼腆了 在网上就变成 这个胶体有一点点八手 我姥姥给我们家猫取的外号 大黄毛 大胖毛 时间过得好快啊 三四年前我姥姥还经常就是在外面散步呀 去我家玩 去我家看我家猫 现在已经生活半步能自理了 小孩子是一天比一天茁壮 但老年人是一天比一天衰落 世间万物 有胜有衰 谁都要胜老病死 所以我们就快乐一天算一天 没毛病吧 这个起完棉之后质地也比较敦厚 这个手感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优秀起泡胶 优秀白胶的一个配比 现在大部分起泡胶都玩起来 手感没有什么差异 也可能是我进入了一个厌倦期 纯白的 这团胶开始越发的发福了 手感很渲染 同时还具有清脆的捏泡声 越发型术 我现在特型术有没有 给大家拉个花 今天的体验还不错 都挺好玩的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